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淡淡的 你都想起了 你微微点头 多谢你救命之恩 还为我找回魂魄 等作日后定会报答 文言耻消面色一沉 你既想起 你该知道你我早有婚约 无救你乃是天经地义 你顿时愣住 婚约 我 博尊 我过去收下那根珠子 只是一时贪玩而已 更何况 我知道你要娶我 也只是因为 我的法力和身份 如今 我一无所有 你又何必 你又何必要这般做 你又何必要这般做 赤笑顿了顿 深邃的瞳孔紧紧收缩 无 博尊 交界之处 闯入一条赤龙 口口声声说 要拜见魔后 魔后 我还不是魔后呢 我还没跟你们魔尊成亲呢 你胡说什么 突然门外一声急爆 一息是赤影的声音 魔尊面络不耐烦 杀法果断道 杀 哇 你太狠了吧 是 太好了 我要扒着他的龙巾 给你做条弓箭 九连阴气时的声音传来 文言你心头一顿 先不说那个魔后是怎么回事 赤龙 莫非是他 等等 赤笑 让他进来吧 赤笑 眉眼微正 你只好再看他一眼 好吧 赤笑推开门后走了出去 你心中放松一口气 果然是龙印 姐姐姐姐 你没事吧 都是我不好 没有保护好你 一团艳红的身影像风 一眼串到你的床榻边 你 你过去些 我没事 我什么时候要你这条小龙保护了 你推了推他 一旁赤笑 面色更沉 龙印似乎 意识过来 姐姐 你想起来了 龙印似乎才意识过来 手微微拂向你的脸 任他抚摸 躲开 来 我们是任他抚摸呢 还是躲开呢 躲开 好 我要躲开 嗯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时候 我在南海救的那条小龙 你长大了 还成了南 呃呃呃呸呸呸呸呸呸 还成了南海龙太子 你微微一笑 眼神有些歉意 只是 为了救我 你被扁做了一个小龙王 龙印 闻眼脸上一红 姐姐 那个没什么的 还差点变成了烤龙 顿时龙印一脑 什么烤龙 小龙 不会一点小伤罢了 为了姐姐 不算什么 你心中微动 轻叹一声 谢谢你龙印 这里不是仙家酒流之地 你还是 龙印突然捂住了你的嘴 姐姐为什么要这样说谢谢 姐姐也救了我的性命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我就在心底立下誓言 我以后 要努力变强大来保护你 什么神 什么神仙龙王 对我来说 根本比不上姐姐 一根头发丝 就算被判 除仙级 也无妨 我这次一定要保护你身侧 你闻眼动容 龙印 我 我何德何能 只等你这般对我 那日男孩之边 我只是无意之举 哎 姐姐不必再说 我知道 这姐姐 眼里 我太过渺小 但是对我来说 姐姐 就是我今生的目标 我会努力让你看到我 你真正看着龙印 俊朗连家 她身体还未完全恢复 不易打扰太久 你这是吃醋了吗 吃醋了吗 吃醋突然冷嗦嗦地出声道 龙印顿时不满地看向她 却被一副秀就被推出了房间 放开我 姐姐 我还会再来看你的 一定要好起来 容宇的声音渐渐远去 你哭笑不得 不曾想 当年一些善念随手救下的小龙 会变成这么一条黏人的龙 可是当初 教你为善的小道士 却已经不在了 我俗家姓白 明月华 脚白胜雪 月色袭人 我念起那个名字 你心中一阵脚痛翻滚 百年纠缠 甘成寸淡 只因 你聚聚滚烫 本作 才轻信虚言 将一颗痴心奉上 任你无情践踏 百年前你父王 百年后 你依然父王 冰凉的泪丁 落手背 却不知灼伤的是谁 你的身体很快恢复 灵力充盈透体 似乎 轻轻伸手便能翻云覆雨 忽而 从一只卑微花精 变回万摇女王 还是有些滋味复杂 恭喜魔后 全欲 弹奴 微微行礼道 你顿时黑线 你还是叫我风铃吧 奴婢不敢 魔后 你心中哭笑不得 还是一样的味道 魔后 若是愿意 可以去万摩宫 劝劝尊尊上 这几日 魔界很快要攻打天界 魔尊 已经几日不眠不休 伤免 难免伤身 攻打天界 魔界才退兵 修生养戏多久 赤肖为何如此冲动 赤肖为何如此冲动 我们去万摩宫找他 尊上 魔界上次 损失极重 若是此时进攻 怕是胜券难握 不必再说 本座 定要轻抚天界 你闻言敲了敲电门 莫尊 眉头微松 向赤颖挥了挥手 赤颖向你拱了拱手 走出电外 你缓缓走上前去 赤肖 你该听赤颖的建议 先羞生养息 再一桶大叶 赤肖无声看向你 是谁伤了你 除了他 本座的仇 本座自己汇报 你 赤肖微微皱眉 却没有说什么 似乎有些无可奈何 让我自己去 绝无可能 你的伤才刚好 侯尊这是做什么 本座不需要怜悯 真是多蠢话 什么 你闻言为证 你还不懂 无心中所想吗 赤肖缓缓靠近你 扶向你发尖 刀脚般的脸颊贴近你 那个赌约是你赢了 但是五角违约了 吴不会放你走 你浑身一震 蒸蒸看着赤肖 赤肖低下头 薄薄的唇要贴上你的唇 什么 推开 对不起摩尊 我对你并无此意 只想默然无声 你依然转身离开赤火店 心中忐忑矛盾不已 谢谢 谢谢 狂言送过我的礼物 为什么要推开 因为我不喜欢摩尊 因为摩尊是个死傲娇 而且我还没报仇 我一定要重返天界 去报了大仇 再谈论儿女私情 对 我先报仇 那日后 龙印不知 从何听说 你要和赤肖一同攻打天界 不依不饶的 也要跟去 姐姐 为何不让我同去 那摩族都去的 为何我去不得 姐姐你偏心 你无奈安慰道 龙印 你并非魔族 也非邀请 若是你和我们一起 被天界发现后 后果不堪设想 姐姐 我根本不在乎 龙印惊动道 可是难道 也不在乎 连累你的同族吗 龙印愣住 似乎有些为难 他们 虽不在乎我 我却不想去拖累他们 姐姐 就非要再去见 姐姐 呸呸呸呸 口糊啊 姐姐 就非要再去见他一面吗 你文言吹谋 这段孽缘 总该了解 总该了解吧 应该是 情仇爱恨 我都要算清楚 还有 刘儿 她一直跟在我身边 不离不弃 我却连累她被囚 我一定要救她回来 对咱们的刘儿 对咱们最好的刘儿 被那个女的给抓了 那个丝黄 我得把她救回来 我明白了 姐姐 你已经为我做了许多 我不想再连累你 龙印神色突然一变 姐姐 其实你 只是觉得我太弱小 只能是你的负担对吗 你急忙摇头否认 我怎会这么想 龙印面露愁色 姐姐 以后让我来保护你好吗 龙印看着你 精致的蓝童坚定无比 哎呀 答应 婉拒 其实啊 其实这里我有悄悄玩过一下 就是刚才 如果刚才我们选择 没有推开那个 毛针的话 我们最后结局会和毛针在一起 如果在这里呢 我们答应了她 我们结局会和她在一起 但是我的目标是我要达成主线结局 就是我要和白月华在一起 就是我要把白月华抢回来 我要报仇 我要把那个什么 司皇给咔嚓了 如果咱们想报仇 想把司皇给咔嚓了 想把白月华抢回来 就得拒绝他们 但是这些结局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我在大结局之后 我会用那个快捷通道 给大家直接看 就是如果说答应之后 他们两个结局是什么样子的 最后会给大家补一下结局 所以我们这里我们要拒绝 本座并不需要谁的保护 你放心 我会没事的 对吧 你也想咔嚓死黄是吧 龙印闻眼 面露失落 受伤神情 如果我们在这里 就是答应了他们 是他们的结局的话 就会直接进入到他们的结局 就不会去报仇了 不行得报仇 尤其是刘儿没有抢回来 再怎么样 我也得把刘儿抢回来 龙印得到了答复之后 离开了房间 一抬眼望向窗外 无尽永夜 心中暗倒 被人保护的滋味 我也曾经尝过 如此甘美 却叫人不敢轻易在场 五日之后 以中嘴摩羁大军一起攻打天界 心仇旧恨 本座要逐一清算 三闹天公 像我这般的妖 我真是旷骨硕金吧 不过 眼下本座 还想做些离经叛道之事 天魔交战 日月无光 大胆魔族 真是狼子野心 不知悔改 本神上次放了你们一次 竟敢再次来犯 本神定要你们死无葬身 杀伤大神 长刃一扫 顿时祈祷无数魔族 令人杀意滔滔 令人望而生畏 那天又如何 此无葬身的是谁 还未可知 这叫面 无表情冷声道 狂逛 杀伤大神顿时 怒气指向吃消 慢着 你的对手 是本座 众心家 面面相去见 众魔 纷纷让开 你从众魔中走出 步步生连 只向回眸看向你 一同灼灼 她是谁 我认得她 她不就是百年前 大闹天庭的女妖 方玲 她居然还活着 是你 杀伤大神 面露金色 富儿又回复了阵点 不过手下败将 谈何言用 手下败将 你轻笑一声 灰袖飞身 一击席向 杀伤大神 砰 杀伤大神 勉励接住你一招 你眼神如刀 确实 艳色惊人 本座 不想输的时候 从来没输过 杀伤大神 脸色大变 你翻手为数 顿时将她击退出去 口涂鲜血 顿时众魔 欢呼不已 大神 哼 什么大神 战斗力不足的渣渣 我才是大神 快来 大神带你们飞 众仙家 惊疑不定 你轻笑一声 转身而起 长袖 偏仙 卷起 万千风云 狠狠一击 整个天宫 顿时震荡不已 不好 快去兵报先帝 众仙家 我们这期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我们这期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我们现在就逆袭了 估计下一期就要大结局了 我觉得 差不多 下一期大结局 然后再下一期给大家补一下那个 就是另外两个结局 不是狗尾巴花吗 逆袭了呀 狗尾巴花逆袭了呀 你都没有看吗 你几天没有追剧了 好吧 那么这期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就得点关注哦